哈喽大家好,这期视频又是要去吃寿司 这个是要去一家在银座的店 他们的主厨出生于树基乌乔四郎 也就是你们常说的寿司之神 可以算是他的首席大弟子吧 也是他们店出生的所有出生里面 目前做的最好的一位 他现在目前是米其林二星 甚至在有一些寿司爱好者而言中 清空这家店的出品是要比他师傅的店还要好吃 因为他的出品是比出去一条次郎更加完整 它是包含了前菜的酒窑和寿司 而次郎他是只有寿司 第一道菜是菠菜 一个无关假的开胃菜 让我们跳过它 接下来第二道菜 看上去像是一堆面疙瘩 但其实下面的是鰻鱼鱼苗 而顶层看似的面疙瘩其实是油炸之后的虾米 这些鰻鱼鱼苗可以像面条一样缩着吃 就这么一小碗估计又顶上一些鰻鱼饭店一天的营业额了 下一道是来自神奈川的章鱼角 在按摩之后煮 虽然并没有煮到软烂 但是并不会难嚼 调味上只加了一点点盐 很多人看纪录片知道次郎会给章鱼角按摩 但其实这是寿司店的基本功 只是为了让章鱼角不难嚼 下一道是来自山口县的酒会 属于石斑鱼的一种 在日本被叫做梦幻之鱼 这家店用瘦床锅的形式把这个鱼煮到半熟 在我看来半熟的酒会要比完全的刺身要好吃一些 它的口感会更棒 接下来是来自爱源县的干雕 在出汁里面加上一点点柚子 有点像槐石料理会做的碗屋的感觉 但是味道跟顶尖的槐石料理店还是差的比较远 毕竟是寿司店嘛 接下来是来自三重县的春鱼 同样是煮到半熟 但是保留了春那种独特的极软的肉质 撒上大把的紫菜和芝麻 再以姜汁和酱油进行调味 紫菜的香气还有芝麻的香气 再融合上挤软的鱼肉 这是一个不常见但是却非常正确的组合 下一道是安康鱼干 用味淋 糖 清酒 还有酱油来煮 算是寿司店里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道酒药 口感就非常像顶尖的鹅干酱 安康鱼干最重要的就是它对于腥气的处理 只要有一丁点腥味都会让这个鱼干变得非常难吃 接下来的是河豚鱼白子 这个季节也是该到吃河豚白子的季节了 刚上来的时候看到碗里面就很像一个榴莲 火候的控制很完美 同时用酱油和橙醋来勾芡调味 橙醋也是吃河豚火锅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料 这个时候可以看见徒弟在磨山葵 准备开始进入寿司环节 寿司部分正式开始 第一罐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种寿司料 墨鱼 这家店调味用的是酱油 而不是盐或者蒜菊汁这类比较清爽的选择 是次郎会有的风格 这次我运气非常不好地坐在了复处的位置 而你们可以看到它捏制的手法 就非常的不流畅 看着就总感觉有点不舒服 这一罐是真鱼来自工程 真鱼这种鱼是鱼肉比较偏痰的 给我的感觉会像是一些比较弹的果冻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金枪鱼的狂潮 全部都来自全日本最贵的产区青森大间 第一罐自然是惯例的由赤生开厂 赤生就是鱼腩那一块脂肪最少的一个部位 味道比较偏酸 有喜欢吃的人会把它形容为清新的血气 第二罐是我个人比较偏好的中男 脂肪含量居中既不会像赤生那么酸 也不会像大男那么腻 接下来的就是大男 你们可以看到非常高的脂肪含量 这也是整个金枪鱼腩上面脂肪含量最多 也是最贵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个部位 毕竟是肥美的油脂的冲击感 就像是顶尖的和牛一样 哇,真的是够肥的了 大男这个部位吃多了是真的受不了 金枪鱼之后马上接小鸡 这也是鸡浪会上的顺序 而且调味跟巨浪也一样都很酸 我估计它们是想用这种酸味来清除上一道 坚强于大男带来的油腻感 嗯,这个迷人的酸度 这不愧是我个人最爱的一种寿司料 接下来的一罐是三文鱼子军舰卷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鱼子它已经有一点点塌了 不会像苏基塔那样经营饱满 但还好品质没有下降的过分 吃进口中还是有那种炸裂的口感 接下来的是湿鱼的大男 来自佐渡市 稍微加了一点点姜末来增加一点辛辣的感觉 虽然看起来很肥 但是其实吃在嘴里脂肪感并不重 这个时候可以看见学徒在处理超级大的车海老 来为下一道寿司做准备 车海老气成两段 这也是四郎会有的做法 但是我个人的偏好是更喜欢一整只吃进去 那种鲜甜的虾肉充满口腔的满足感 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 接下来的是春日子雕 也就是雕鱼的鱿鱼 跟冬天的春日子雕比起来 这个季节的春日子雕它的肉质会更加柔软 而且这一点它的调味会偏酸一些 接下来的是我个人超级喜欢的海胆 是来自北海道的马粪海胆 虽然名字听起来很恶心 但其实海胆本身非常的鲜甜 海胆这种东西我也是 不管吃多少都不会吃腻 接下来的是康吉曼 也算是寿司套餐中的一个定番吧 软烂的鲜鱼肉特别的讨喜 再加上稍微偏甜的鲜鱼肉酱汁 是作为收尾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接下来是我个人追加的一罐清化鱼寿司 也不知道是玄学还是心理作用的原因 这家店虽然也调味得当 脂肪风雨 但我总感觉跟苏吉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东西 最后结尾的玉子烧 跟次郎的配方一样 山药 鸡蛋 还有虾 但是这家店感觉比次郎的会更甜 更湿 不包括石油水总共三万日元出头 这个价格你们觉得值不值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下你们的看法 因为之前录的那个总结收音出了一些bug 所以我现在在家里重新录一个总结 总体来说清空这家店的话 如果按三万这个价格 我个人是不怎么推荐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价格里面存在了 他沾次郎的名气带来的一些溢价 另外我这次运气非常不好做的是 他们副厨的位置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 他副厨跟主厨的技术 确实存在很大差距 就主厨他捏寿司就是一个心晕流水的一个过程 但副厨给你感觉 怎么说呢 就像是你在网速不好的时候 看高清视频的感觉一样 感觉就是卡顿的那种感觉 非常不流畅 就如果你们想去吃的话 就是最好是订主厨位 没订到主厨位的话 三万这个价格真的不怎么值 OK那这些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